兩位是全世界歡迎鎖定一算大錢 在今天台股行情的部分可以感受到 從早上的開盤開始到最後的收盤 我們把現行圖叫出來看一下 事實上所感受到還是一股壓力 早上開盤的話一度明顯做出一個殺地動作 結果第一屆買盤又前進了 最後收盤還是感受到壓力 下跌了48點來到7695點 量來到730億億元 這幾天所看到量能從500多億元 慢慢的擴增現在來到730億元 不過嚴格來說 這樣的量能似乎還是算是一個 比較過去常態量來看的話 還是有些些許的萎縮現象 在面對長假效應之前的話 其實萬資圈也好 或本土法人部分 或者是一些比較內資 這樣的一個法人圈的買盤部分的話 都有一些縮手的情況 所以量能萎縮好拉也好殺 再來要看到的是在亞洲股市 亞古拉行情裡頭 首先可以看到在今天出現的反彈 是在日本股市 日本股市一而再再三 這些信心喊話裡頭所看到的 似乎已經是見到了成效 盤幅1.3%之多 韓國股市下跌0.8% 以及在台北股市部分 下跌了0.6% 至於在大陸股市部分 大陸股市現在形成是一個高檔的震盪 震盪過後是不是同樣可以有些拉高的趨勢呢 下跌0.5%到0.7%之間 至於香港恒生則是一個小跌的情況 最後來補充到的是在美股的盤後盤表現 在美股盤後盤 今天看起來是一個壓力 尤其在NASDA7部分 下跌了42大點 為什麼這裡頭的話包含在科技類股身上 尤其在中央級財報週裡頭 在蘋果的概念股部分 卻是一個盤後重挫有10%之多 這個壓力可大囉 因為整個獲利市場 獲利是不如預期的 那麼不如預期之外的話 對於相關的蘋果概念股 這稍後要討論重頭戲了 馬上為您邀請到現場來賓 首先為您介紹的是 華信投股分析師鄭凱元 凱元你好 先生蘇倩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以及為您介紹的是 運大投股分析師陳中璇 中璇你好 蘇倩好 全國觀眾朋友大家好 以及為您介紹的是 永豐奇惠副總經理廖路銘 路銘兄你好 蘇倩好 大家好 是 我們歡迎三位來到現場 我們一開始先來看一下 這個關鍵性的訊息 蘋果盤後所公布的財報裡頭的話 哇 這個新聞的話相當相當關鍵 這新聞內容是什麼呢 包含受到競爭對手三星的衝擊情況之下 iPhone跟iPad的部分的話 事實上這兩大產品 比預期都少了將近有100萬台 所以盤後是重挫了10% 從新聞面的焦點出發 來告訴大家這個內容重點到底是哪一些 一塊兒瞧瞧 好 在整個關注性的重點裡頭 就像我們剛剛所秀出來所看到的 從畫面上裡頭所看到的是在Apple的部分 Apple的股價表現裡頭 是有些弱勢的回檔 那麼盤後形成是一個重挫的情況 整個內容部分 我們首先要特別特別的叮嚀 庫克怎麼說 他說先別輕信傳言 這個傳言是什麼 事實上有些數字來告訴大家 這裡頭所公佈到的一個Range裡頭 事實上是不符市場所預期的 首先要看到的是 iPhone5公運出貨的一個狀況 去年10到12月 供貨是一個吃緊的情形 另外一方面 iPhone4也是處於一個短缺的現象 那麼這裡頭還有一點小故事 iPhone5事實上 他這個供貨吃緊 可是呢 看起來市場反應的話不太熱烈 而且回頭據說有買進iPhone4 甚至到4S這樣的情況 某些特定資料是正確的 但並不能夠推斷整體的營運的表現 這是一點來自庫克的說法 而且庫克的說法之後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數字的呈現 這個數字呈現裡頭 首先要看到的是 在蘋果盤後所公佈的數字裡頭 我們秀出來趕快看一下 再看到數字裡頭的話 營收545億元 那麼在預估本期當中 410到430億元之多 毛利38.6% 預估本期的毛利部分的話 似乎是一個 如果小碟用平均值來看的話 大概小碟0.5個百分點 但是這差距很遠 你算計算計算計算一下 所以看到 如果本期是420億元的話 你算稅幅度是多少 是將近有22%之多 將近有22%之多 再來換算一下 這毛利是下滑的情況之下的話 如果再換算到的是 整個獲利程度的話 將近是有33%之多 如果再看到從EPS來看的話 13.81 你可能算稅到是9.3塊錢之多 這些在在都是一個問題 所以盤網重挫將近是有10%之多 9.83% 這裡頭的空間還不止如此 我們再仔細來看一下 你所呈現出來的銷售數字裡頭 所看到iPhone跟iPad的部分 尤其iPad mini部分的話 這毛利恐怕是來得更低 我們所看到的數字 iPhone部分上一屆4780萬台 確認同期3700萬台 所以年增29% 看起來是一個年增數字 所重要的主要產品部分 iPhone也好 iPad也好有48% 可是呢 這裡頭的毛利 如果是iPad的話毛利更低 iPad mini毛利就更低了 那麼iPad也好或Mac部分 都是一個衰退的情況 好 我們看到這些數字裡頭 來聽聽看再副總觀察 現在衰退的10% 這個股價部分跌了將近有10%之多 所看到數字呈現 所看到庫克談話裡頭 這裡頭是隱約已經透露出一些訊息 有些東西滋生不住了 就是一些立功消息的部分 您的觀察能夠判斷 我想這個庫克他也是講老實話啦 那他說真的部分呢 是哪些是真的 就是說在整個毛利率的一個 衰退的一個部分 因為包含了從他去年的這個第三季 第三季其實毛利率是有 有到44.7 可是到去年到12月底 這個第四季呢 毛利率已經衰退到38.6 那這代表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 整個一個市場的競爭越來越激烈 包含了他怎麼樣去牽制這個三星 他怎麼樣把這個整個價格呢 來做一個我們所說的這種用一個 比較彈性的一個做法 來刺激他的一個銷售 可是呢在隨著說整個銷售營收 這個上升的過程當中 這個整個毛利率是衰退的 所以對他的營收 或者說他的整個長線來看的話 個人看法是還是 就是說比較保守 因為其實我們好幾次跟蘇晴談話都談到就是說 以往啊我們這個iPhone5 iPhone這個產品推出的時候 產品線都是這個什麼 這個商店呢都是叫大牌長龍嘛 可是這次iPhone5推出之後呢 其實在大陸啦或是說一些地方呢 他們都沒有出現大牌長龍 甚至像這次呢 他這個iPhone5 他準備在大陸推出什麼 就是分期付款 推出分期付款這代表什麼意思 就是 就是 他變成說要放credit 你就放信用給客戶嘛 是這樣的意思 這有點像是護盤的概念 這護盤 如果問題越大的話 護盤動作越積極 而且雜財的銀貸是更多 現在看起來 為了要促銷的情況之下 這手段一而再來再三 把這個雜貸可以端出來 跟過去不一樣 這是我們所提到 你就算是排隊的話 大牌常常是三天三夜 現在不是 半個小時之後 你怎麼突然拿到了這個手機 就像我一樣拿到手機之後 還真的嚇一跳 原來這個產品的話 已經換到第三次去了 那麼其實這個手機的 所感覺裡頭 就像我們2600常說 生活找趨勢 趨勢裡頭找投資 這生活當中的話 你光這是iPhone手機的話 很傷腦筋 那麼也不見得 也或許只是在個別的因素 和個別的手機裡頭而已 遇到是比較問題 比較多而已 那麼真正熱賣數字 還是最後回歸到最後的 呈現出來的數字 好 剛剛在副總所觀察之外的話 也來聽一下在中學的部分 蘋果概念的部分 所有耳聞的消息 很好嗎 現在在庫克說 別輕輕傳言 你所聽到是傳言嗎 我聽到 我們法人圈 我們只看數字而已 其實如果投資朋友 要去關注到 蘋果未來第一季 第二季 到底今年銷售好不好 其實很簡單 你看它製造廠商 供應鏈的一個獲利情形 大概就推測的出來 那我知道昨天 1月23號的時間點上面 香港富士康 這個鴻海的子公司 發布獲利預警 這預警的數字 一公布出來 真的嚇大家一跳 2012年上半年的時候 你虧掉2.2億左右的一個美金 這個我們可以接受 因為你2012年上半年 沒有什麼新品 也沒什麼中大的訂單 你虧錢應該 那2012年下半年開始 你接到iPhone5 iPad mini的一個訂單 你還虧錢 而且還虧一模一樣的數字 又虧到2.2億元左右的一個美金 那樣就很不應該了 那如果說在整個 富士康這個專職的一個代工廠商 人家都浪力給你 還拉高你代工的一個價格 你都沒有辦法賺錢的一個狀況之下 或者朋友 這個時候你要開始去擔憂一件事情 未來第一季第二季開始 它在整個銷售如果說 開始又沒有新品出現 銷售開始面臨到 比較慘淡的一個狀況 那在相關的一個供應鏈的一個部分 第一拉貨力道一定會大減 代工廠商開始會有多餘的一個產能 就開始會出現 那還記得嗎 之前蘋果曾經丟一個消息出來 告訴你說 我們要給這EMS代工廠商更大的權力 讓它去決定採用哪一家的一個代工的這個廠商 這個零主線供應鏈的廠商 那如果說鴻海一看 我要訂單變少了 那怎麼辦呢 我只好用自家供應鏈裡面的這個零主線供應鏈 想辦法把價格壓下來 那其他家的一個部分來講 比如說像真頂 它會不會去排擠到台郡的一個營收獲利 這個就相當的一個關鍵 那其實在整個鴻準會不會排擠到可乘的一個身上 這慢慢我們都會去慢慢就發現到說 這彼此股價有此消彼長的一個狀況 那在整個毛利率快速下降的一個過程裡面 我們認為說在蘋果供應鏈個股 短線上面整理的一個態勢還沒有結束 這持續還會再陸續反映在這個 蘋果營收銷售不如預期的一個消息 你慢慢會在今年上半年一直聽到 好 中學你說到這邊的話 你剛剛提到上半年的話 這是沒有意見的 可是呢 我們所看到的 這進去他們這個網站裡頭 所看到的一個數字裡頭 在專業的評估機構裡頭 認為說下半年爆發力剛剛開始 包含在Padmini 或者在Phone的部分的話 甚至iPhone 這個iPhone 6 iPhone 5s的話 通通在下半年的話 可能有些推出的情況 甚至還有一支 可能叫做什麼Mass的這個東西 所以你的觀察裡頭的話 認為說這個上半年開始 就算是有些偏空消息 會是有買點機會嗎 下半年可不可以期待這個爆發力 可是呢 剛剛副總所提到 現在這所謂的爆發力的話 真的是架構在建立在 釋放更多的一個 這個利多來刺激嗎 對 沒有錯 其實我們認為說 蘋果供應鏈的個股 我們並不是說永久看壞它 而是說它當它推新品出來的時候 確實會對這股價造成一定性的 一個拉抬效果 那到底什麼時候可以買 同志朋友很簡單 因為照以往電子產業製造 你新品出來要開幕了 然後要開始拉訂單 找供應鏈廠商來大家一起配合 通常一個新品到所有這個 生產線供應鏈建置完成 要三個月的一個時間 那以往蘋果每次都是在10月份 發表所謂的一個新品 投資朋友往前一推7月份 開始他會找供應鏈廠商進來 大家一起來競標 決定說我要用哪一家的鏡頭 機殼 軟板 硬板 甚至是在整個相關的 被動元件的一個部分 電池也都一樣 到時候我們會認為說 如果假設真的有新品 要在這個 今年10月份再做推出的話 投資朋友你可能要等到 第二季季末的時候 再來看這些蘋果供應鏈的 個股股價 到時候搞不好會出現 這個比較合適的一個價格 可以讓投資朋友來做介入 等於是第二季季末的話 所反映到的是在下半年開始 相對一個好的買點機會出現 好 這是中選的觀察 不過在凱原談話之前 我們來看幾個數字 這文字的敘述裡頭 首先要看到的是 蘋果真的那麼糟糕嗎 蘋果財報裡頭 是不是有露出一些 什麼樣的兩道曙光 這曙光在哪裡 我們趕快來瞧一瞧 這內容是什麼 第一個 手頭獻金夠多 欸 獻金為王 手頭獻金夠多 本季獻金的話 1370億 創下了歷史的新高 這個歷史新高 還透露什麼樣的涵義呢 還記得嗎 這個邏輯當中 為什麼抱有這麼多的現金 為甚麼不去做 有效有用的一些投資策略呢 是不是景氣附輸的力道 還不夠強 還沒有看到真正的一個曙光 所以才為有這麼高的現金 你也可以這樣反向思考 再看一下 大中華營收是跳增的 本季iPhone在大陸銷售年幀 將近有一倍 Cooker怎麼說 他說對於大陸銷售的話 是非常振奮 為什麼 因為你砸下不小力多 包含分期付款都來了 甚至於未來會不會真的有低價 低價在蘋果高城市做否認 可是呢 接下來如果低價性的一個趨勢 真的開始形成的話 過去我們所聽到 要買蘋果的東西 要割剩割費去賣 大陸現在不用了 因為可能已經越來越便宜 甚至還可以分期付款 分期貸款 好 這個話題開始凱元 想聽聽看的觀察 蘋果的財報露出兩道世光 沒錯 這看起來數字是如此 可是 真的能夠有所激烈性程度嗎 回歸到股價上頭 蘋果本身 明天 明天 今天晚上開始 甚至明天我們所看到的數字裡頭 會是形成重錯局面嗎 對於台北股市的重點 蘋果概念股你怎麼預判 我認為第一個 如果我們稍微去看他手中的 一個現金來說的話 基本上以他近期來公布的 一個財報來說 基本上他是有一個 緩步成長的一個情形 我認為來到這裡 他看得出一家企業 非常保守的一個心態 畢竟 就像剛剛書寫所提到的 錢變多嘛 那代表的是說 來到目前為止 他對於整個後市的一個看法 也是相對應比較保守 所以我的錢不敢釋放出去的一個情況 所以我認為從短線的一個結構性來談 我認為來到現階段為止 確確實實 以Apple的一個動態來說 其實大家應該要特別下去進行保守 那麼當然如果以目前整個盤後盤 看到所謂的一個 評估到明天的一個 Apple的一個概念股來說 我認為大家還是應該要非常謹慎 為什麼 因為其實我常常跟大家在討論 整個Apple的一個概念股 我就請各位留意兩檔個股就夠了 也不用看太多 第一檔就是所謂的一個大力光的一個部分 第二檔就是所謂的一個紅海的一個部分 這兩檔個股啊 它擁有一個非常指標性的一個意義 就是他們接的單量 接的Apple單量都非常之大 也就是說這兩檔個股 除非它是起漲 要不然對於整個Apple的一個供應鏈來講 完完全全沒有任何激勵的一個效果 所以來到目前為止我們可以觀察到 今天紅海它是一個破線破價的一個情況 而且它還是一個爆大量的一個情況 代表來到目前為止 大家不惜成本在賣啊 不惜成本在賣啊 所以來到現階段為止 如果從紅海下去推 所謂的一個Apple供應鏈來說的話 我認為來到這裡回碳的一個幅度 供應鏈回碳的一個幅度 基本上大家還是必須要特別小心 那麼至於如果拉到所謂的一個大力光 下去進行觀察 我認為從極短線的一個結構性來講 因為整個高檔那個麥當勞 真的還滿明顯的 就整個股價的一個走勢來講 一直處在所謂的一個景線以下的一個結構 也就是說 從目前的一個節奏性下去進行探討的話 我認為針對於整個股價 看到所謂明天的一個情況來說 大家還是應該要稍微保守一點 好 凱元 最後一個重點 連強短都不願意嗎 強短喔 我覺得強短要有技巧 所以建於怕技巧不夠 所以不建議強短 老實講 如果技巧不夠 甚至於來到現階段為止 大家必須要思考 離農曆封關 真的非常之近 會偷蹟不早18米 對 其實很多 好 同樣的問題想要聽看 在副總的觀察 其實我們剛剛看法裡頭的話 蘋果這麼大的膠擺 這No.1 而且我們在所看到的 在美國的研究機構 甚至在調查機構裡頭 統計數字裡頭 這些題材今年最具爆發力 No.1就在Apple的身上 而且 可能將近有70%的一個 彈升幅度跟力道有這樣的 目標價的一個預估值 可是現在聽起來的話 似乎全面是保守的 從蘋果股價到相關的 蘋果概念股身上 我們來看一下 來聽聽看在副總的觀察 蘋果財報利空反而成為 蘋果概念股進場的好時點嗎 昨天 明天 今天晚上到明天的話 所反映的這些狀況節利空裡頭 對於蘋果相關的概念股 今天事實上的話有下跌 可是有的似乎已經形成 是有一些相對所謂抗跌 這樣一個態勢的 紅海的部分的話 近一個禮拜跌幅0.8% 接近平凡的位置 跌幅0.8% 紅准 正威 跌幅超過3%以上 反而穩茂 真頂都還有反彈 台均的部分都還有反彈 因為之前跌的比較深 也就是說 這一個禮拜之間的話 漲跌互建都有 那麼法人圈買跟賣都有 融資部分的話也是一樣 融資大部分是減的 大部分是減的 本益比現在9倍 最高到14.7倍 誰 它是大力光的部分 本益比 那當然在這個產品部分 也特別聽聽給大家 我們想聽聽看副總的觀察 所有的蘋果概念股走到這邊 所有的耳聞全面都是力光消息 現在盤後跌10% 10%很重了 10%已經很重了 那麼10%這位的話 國內相關概念股 今天的反應似乎 對於明天的反應的部分 有點防疫性的作用 您的觀察 我想要從這個 三大的層面來去探討 就是說 我們首先從這個蘋果的股價來去看它 就是說因為 它是從這個700多塊 這個修正到這個 接近這個500塊附近 當然盤後跌到460幾塊 那當然更便宜 所以你去看它的這個股價來講 其實本益比已經修正到接近這11倍 那它家底深厚 它這個 我們說整體來講的話 它其實主要的製造 還是在別人的那邊 所以對這個蘋果來講的話 它這目前股價來講的話 是相對已經合理 或甚至是略為低估的 因為你把它帳上的現金算下去的話 本益比只有11倍 那 第二個層面就來講說 蘋果的供應鏈 如果說之前比重比較大的 這些我想壓力還是在的 因為 像這個 你說這個紅海家族 它50%是壓保在蘋果身上 所以後續來講的話 蘋果的這個我們說銷售 它只是從原來的賈伯斯時代這種 這個神的光環到現在人的 只剩下這個打回到原型到人 那它還是很有競爭力 那以紅海和紅准來講的話 短線上當然會因為這個蘋果的這個 這個產品沒辦法爆發性的這樣一個成長的話 它會受到影響 但是中央線來看的話 我們知道你紅海 你不只是接這個蘋果單 它還是有其他單子可以接 副總 對不起導臺你談話 我們只針對明天就好 明天如果開低 這是一個普遍的預期 如果開低情況之下 可不可以有買點的機會 當然說這些個股 因為蘋果股價 我預期可能今天晚上就止跌了 所以明天 如果說這個 今天晚上蘋果股價反應完之後 可能接下來我認為蘋果是會先止跌 然後這些相關的概念股 明天的話 可能就是會有一個強短的機會 但是中長線來講的話 我強調一個重點是說 長線來講 短線是一個反彈機會 可是中長線來講就要小心 因為你過度的壓寶的 這個蘋果這些 這個比重過高的話 長線來講的話 業績不會爆發成長 但是就台股的這些代工廠而言 我認為蘋果越不好 台廠是率多 因為為什麼 因為你蘋果的 蘋果的這個市占率 它再縮小 就要變成什麼 其他廠 像DAIR 或者惠普 HTC 這個又活起來 Samsung也活起來 那這些台廠 台廠的部分 反而是有接到 其他單子的這樣機會 所以如果像以前 大家都吃蘋果 那大家都苦哈哈 因為它一直在壓縮你的毛利 那你吃不到蘋果 就可能就直接死掉了 那吃到的話 就苦哈哈 可是呢 現在變成什麼 百家之名 那台灣 都是以這個代工族群為 代工廠為主軸 那既然說都是代工廠 那你的上游 像其他家 像HTCRM 像這個華寶 什麼什麼什麼等等的 他們有單子下來 因為他們還能生存 我們這邊台灣這些下游 幫他們製造組裝的 反而是一個例子 副總說到這邊 聽起來的話 反而好的買點 搞不好今天是這個意思嗎 我覺得是這個 有這樣的一個機會 有這樣的一個機會 我覺得對台股來講 這個應該用正面的方向 來去看這件事情 但是剛剛我們的想法是從 從這個負面角度當中的話 我們希望提出一些比較正面的思考邏輯 剛剛如果說在副總談話 是從一個正面角度來看待的話 我們還是要回頭來叮嚀一下 馬上就要封關 像八天而已 剩下八個交易而已 會不會擔心量越來越縮 會不會擔心 整個買盤持續縮手的情況之下 只是反應力空不反應力多呢 當然就是說 因為量縮是一手難攻 有時候你開地之後呢 只要你看到有爆大量的時候 可能短線上有拉抬 像今天殺地之後 不是又往上拉嘛 對不對 這個就是一個強短的機會 但是呢 我在強調說 因為過年前資金還是 持續在做抽離 你這個拉上來 這個幅度不會太高 所以這也是要眼明手快 不得不說 意高人膽大 盤後跌了10%之後 今天甚至在盤後 已經跌了10%進攻之下 先做出一個埋進的動作 中學 請你再補充一下 剛剛一開始追問的是 產業面的訊息 個別物體在裡頭 這個蘋果財報利空 反而成為蘋果概念股 會是一個進場的好買點嗎 給我們最後簡潔的判斷 我覺得最好是不要啦 我比較保守一點 我認為說在年關將近的一個時間 投資朋友你可以看戲 拉著板凳在台下看戲 你不用花錢 如果真的跳進去的話 一有風吹草動 你有時候賺不到 還被套到 你的資金會被卡到 一整個過完年 這段假期 那通常這個假期當中 你可能也不會 就不會很快樂 對對對 你心情壓力又很沉重 你過年不能出去玩 還要看美股 看蘋果股價有沒有漲上 我想說太辛苦啊 不要玩 可以看 看當作指標類股來看看就好 好 我們先謝謝下一位 總共要先休息一下 回到今天現場 繼續要鎖定的是 在今天一樣有賺大錢教授 專大錢教授告訴什麼呢 外資瘋狂借券喔 你剛才還要先把這借券 借券的數字裡頭 達到446萬張 而且昨天看起來 借券的力道的話 又持續在增強 來到相對比較高的水位 外資瘋狂的借券 代表什麼樣的含義呢 那麼除了介面之外的話 外資圈 有沒有心口不一啊 外資圈很多人常常會 喊買偷賣喊賣偷買 外資圈該抓出來看一下 到底什麼樣內容 我們來看一下 宏基的部分 宏基任列隱形的虧損 這虧損的力道負了35億元 可是呢 外資圈紛紛做出一個下丘情況之下 但是你可曾想過 昨天外資圈買超第一名是誰 就在宏基身上搞什麼飛機 休息一下再回到見面現場